当地时间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集体会见英国前首相布朗等英国友人。 习近平首先感谢在座英国友人为中英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两国关系发展离不开各界友人的支持对促进中英关系发展的看法和建议。 英国前首相布朗,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礼,英国出口商协会主席尼达姆勋爵,前副首相赫塞尔廷勋爵等先后发言, 能给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两国加大产业发展战略对接,将助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汇集两国人民的国际关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中英关系发展,为推进两国互利合作和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国务大臣贝茨勋爵,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沙迅勋爵,英中贸易协会执行主席裴士高,筷子俱乐部主任佟海珍。